我们本公司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线上和线下支付都可以吸收到同一个平台 这件事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正常来说 如果你说支付供应商 传统就是可能做线上或线下 我们本公司是通一个系统 是可以线上和线下都做到的 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是全球性的支付商、供应商 所以其实无论如何 我们的客户是香港、欧洲、美国、新加坡 其他国家都好 我们都是通一个平台 配合我们的客户 正常来说 其实我们很多的客户 都是比较国际性的公司 如果你想想传统的角度 他们可能是香港有线上线下的支付供应商 之后他们可能在欧洲 又有一个线上和线下的供应商 之后美国也好 你想想如果有些企业 其实可能真的有20至30的不同的国家 这个角度他们的供应商 其实可能是很自然就变成了 可能有六、七十间的 如果他们真的跟我们合作 其实这么多个不同的区域 或者国家 他们都是用回同一个平台 这件事有几个特点 其实首先合约上的角度 他们就可以很简化 另外一方面 其实你做支付的角度 其实如果你说上网 都很多不同的其他的供应商 要去配合 例如你的e-commerce的website 可能你门市的系统 在我们的角度 如果他们真的跟我们合作 所有技术的功能 其实都是做一次 那就可以很简化去roll out 和去扩张新的市场 所以都会帮助到内部的operations 其实在支付的角度 其实很多数据是可以吸纳的 我们其实无论如何线上也好 线下也好 不同渠道的支付方法 我们可以帮他们吸纳一些数据 其实很简单的例子是 我们可以帮到客户去了解 其实他们的消费者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尤其是在香港 是比较一个多游客的地区 在这样的情况 你的消费者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都可能会令到你门市的策略 你门市的signage 这方面的资料 我们其实可以提供很多这些税务 给我们的客户去影响 其实是他们内部的决策 另外一些数据 如果你真的用信用卡去支付 其实都可能很自然就会有 你家的住址证明 地址那方面的资料 对于一间客户 如果他们真的打算去开新门市 如果他们知道 其实他们很多客户在九龙塘 可能是荃湾的 那他本身是那边没有门市 其实就可能近些地区去开新门市 所以在数据的角度 很多支付方法都可以给到 我们的客户很多增长的方法 好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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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